我们认为很多模式在中国都有可能成功 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国情千变万化的一个地区 我很难告诉你说有一种模式能够绝对成功 或者内容模式绝对不成功 但是不管什么模式它要在中国成功 它一定要能够为中国的用户创造价值 这个是检验一个商业模式的最终极的标准 我觉得在中国未来三年的话 最有潜力的应该是检测行业就是IVD行业 原因其实从去年开始的话 医药行业的增速已经下降到6% 今年有所回升大概在8%到9%之间 但总体的增速对于从IMAS的预测的话 未来几年也不会特别乐观 目前创新领域最活跃的就是心血管领域 那么心血管大家知道是中国的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在心血管里随着中国的老年化社会逐渐在加剧 包括可降解的心脏支架 包括介入的瓣膜 还有人工血管 人工心脏等等这些新产品在层出不穷 所以说这个领域的活跃度非常的大 我觉得在中国而言必须把医药市场和我们临床需求联系在一起 所以按照中国的疾病部的变化 在进入到中等时候之后 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脑神经方面的疾病是越来越凸显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药物的需求非常大 我相信他们非常具有市场的潜力 从目前的趋势看 我们叫精准导流是最具有商业模式的 它光获取医患端的信息查询 然后精准导流到转线下 一年都是200亿到400亿的市场规模 但这个需求不会消失 而且还会持续上升 我觉得实际上有两个方面问题都很大 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方面 一方面是创新的能力 我觉得我们国家创新的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差距还是非常大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的这个审评跟这个审批的这个制度法规 我觉得最大的主要呢 可能说是由于当前的这种一个是体制方面的因素 这个体制方面呢 包括我们这个管理制度在一些基层的落实 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有关这种医学影像设备的这种人才的储备不足 可能会导致的 有些高进阶的医学影像设备 可能在基层呢 都没有会使用的这种人或者物理师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要加大呢这个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 来弥补这个不足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